这个班的学生到底有多坏 他们在粉笔上涂胶水 老师只能去洗手 可水龙头早已埋伏好 老师被喷成了落汤机 他拼了老命拧上阀门 拿起毛巾擦把脸 结果 崩溃的老师只想赶紧走人 结果摸到一手奥利给 差点把老师熏吐了 这源源不断的恶作聚下来 心态好的在家哭个三天三夜 心态不好的直接跳楼 校长为了学校收益不能开除学生 只能天天换老师 可这些老师连一天都扛不住 就在校长愁眉不展之时 一个男人来应聘了 他心狠手辣 不择手段 比流氓学生们更流氓 他叫大壮 几年前应抢劫入狱 刚刚刑满释放 原本只要挖出入狱前买好的钱 瞬间就能走上人生巅峰 可惜同伙是个猪队友 白钱的地方如今建起一座学校 想要顺利拿到钱 只能想办法混进学校内部 比如应聘的老师什么的 照理说大壮这种有暗底没文化的 正常学校脑子有病也不会受 但这所学校虽然没病 学生却个个病入膏肓 校长亲自接见了大壮 对他的文化水平毫不关心 看着体格壮爽 是个抗折腾的 眼神犀利 不是善茶 正是学校急需的人才 于是大壮顺利被录用 可刚要出门就被个坏学生堵住去路 甚至摆出国际手势示威 大壮必须不能灌他毛病 第二天 大壮特意打扮一番 假装斯文人来到了学校 万万没想到学生们给他准备了分大了 老师打开贵度拿东西 却被浇了一身耗油 他忍着脾气坐上讲台 屁股又被粘在了凳子上 得亏妖力强 好不容易把凳子弄了下来 裤子却露了两个大洞 这些全是学生们的恶作剧 大壮怒火中烧 准备回家洗个澡 谁知一起动车 这下大壮真气疯了 熊孩子果然不能惯着 他回家把自己洗干净 抄起一把狙击枪 再次回到了学校 结果到教室一看 上课时间教室里的学生寥寥无几 其他人全在外面玩 大壮也不废话 直接拿出枪组装好 拉开窗户翻了出去 朝着翘课的学生就是一发爆头 有的男同学想跑 大壮一枪一个 还有胆大的要翻墙 也被无情狙击 小流氓们被大流氓收拾了一顿 老老实实回来上课 这群导弹鬼最会见风使动 大壮不好惹 他们就不惹 其他的老师却依旧水深火热 班主任见大壮有手段 立即伸出了求助的小手 大壮爽快地答应帮忙 游泳客上 班主任费尽口舌 这帮熊孩子就是不下水 大壮就一个个往水里扔 有刺头男生想反抗 大壮无情镇压 熊孩子们认为老师可以随便欺负 但老师欺负他们哪能行 立即回去跟家长告状 没想到家长一个电话打过来 对大壮那叫一个感恩戴德 要说这帮学生胡作非为吧 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是有打算的 有的想长大了当毒贩 有的想靠姿色赚钱 不得不说 十分震撼人心 大壮决定好好给他们上一课 这群学生学习不怎么样 整老师的手段却层出不穷 而且特别有理想 有的想长大了当毒贩 有的想靠姿色赚钱 大壮被气得欺笑声烟 他想起了小时候的自己 因为家里穷 老师同学全都欺负他 导致大壮小小年级辍学 成了个街头小混混 后来走上了抢劫的犯罪道路 他不想让自己的学生重蹈覆辙 于是跟校长商议 带学生们走出校门 见识见识真实的世界 叛逆期的孩子们最难教 大壮用心良苦 他们却丝毫没放在心上 直到大壮带他们来到一栋烂尾楼 这里住的全是瘾君子 沾上毒 只有倾家荡产重判清理一条路 无处可去的瘾君子们 只能住烂尾楼 垃圾遍地 蟑螂乱爬 有的稀释过量 身体严重受损 哪天死了都没人知道 学生们亲眼见到这些惨状 这一辈子是半点不敢沾了 从烂尾楼出来 大壮带学生们来到 从事皮肉生意的前女友家 一家人挤在几十平的小房子里 爸爸和弟弟全靠女人养着 而他年老色衰 已经赚不了几个钱了 脏乱的房间臭气熏天 狗狗随地大小便 女学生们再也没了侥幸心理 他们终于意识到 该学习的时候就要学习 接下来的日子里 学生们不再心服气躁 他们认真听课 积极发言 一个学期下来 竟然真的拿到了好成绩 原来他们并不笨 学习是最不会骗人的 只要付出 必有回报 大壮也得到了全校师生的认可 还收获了班主任的爱 顺利走上人生巅峰